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和大家講的就是關於破處 中國有一對情侶拍拖五年 期間女仔那邊一直守身如玉 堅持結婚後才可以進行性行為 直到兩個人終於結婚了 新婚洞房花燭夜 但是男方就看不到女方的處女血 正常破處的話 吊進去會有血出 稱之為落紅 認為這個女仔一早就已經沒有了處女膜 就覺得女仔欺騙她和背叛了她 當場就很生氣 還吊吊她的女人就說她扮清純 但是女仔那邊堅持 就說我沒有對不起你 最後這個女仔去了苦產科檢查 才發現這個沒有流血的真相 原來她沒有落紅 綜合報道 兩個人就在大學認識 這個女仔出身是一個很保守的家庭 可能信耶穌那些 就說從小被她老母教育她 灌書就說 女仔應該要有矜持 就說 忠貞就是女人最好的嫁妝 所以她和她男朋友拍拖的期間 都堅守著這個底線 就不給吊 就堅拒這個婚前性行為 就算有時候 男朋友真的忍不忍住了 吊你了 想吊欺的時候 都會極力保護自己的精操 五年後 兩個人終於收成正果結婚了 新婚洞房 花燭夜 男方滿心期待 好冷興奮 準備和對方一戰 等待多時 終於可以第一次 但是 就見女女 屌女老母為何沒有流血 多混蛋 又說是柱 正常屌女老母的處女 會有些處女血流出來 質疑對方背叛自己 會不會和其他男人一組已經搞了 偷上禁果 還在她面前 懶惰不給吊 假裝清純 要她忍了五年 沒在吊 當場就很生氣 即使女方說自己沒有對不起 這個男人也聽不入耳 最後這個女生 就是前往婦產科的檢查 終於還回清白 醫生指出 女方的處女膜 是完好無缺 所以沒有流血 原因是因為女方的處女膜偏厚 而且女方的處女膜上 現在有三個直徑不足一毫米的小孔 正常情況下 應該如果破處的話 會出現一個直徑八毫米以上的小孔 但現在只有一毫米 意味著 其實女人真是處女膜 只不過是男人屌欺的時候 刀不穿處女膜 不過女方又想做手術刀穿她 給男朋友看她流血 解開男方的怨恨 這件事引起網上的人熱烈討論 很多網民都尷尬過男人 就說她離譜 明明就是自己 賓州小 賓州軟 賓州小 賭不穿別人的處女膜 還賴咎 女兒 還說這條兒子是金針菇 還乖人 好難免 就說 女方 果斷斬攬 不要跟這些混蛋撐一齊 這麼懶惰喜歡處女 你們不要臭屁 去小學找 混蛋 即是吵架這條混蛋 真是這麼重要嗎 不知道 首先 講一下 拍拖五年都沒有搞事 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嚴重 之前 我在其他的節目都講過 其實 搞事和不搞事之間 中間 還有很多灰色地帶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例如可以用手 可以用口 可以用腳 屌耳孔都可以 還有我想說 其實如果你用一個安全套 去進行性行為 不是我 即是戴袋 安全套 不是我 真是那些 即是套到奔州那些 不是我 等於沒有屌過 即是你用安全套去性行為 是等於沒有性行為 因為你用一個套去屌兮 嚴格來說 其實你是沒有碰過那個屌兮 即是你其實是沒有碰過那個女仔 所以如果是因為宗教原因 或者不知什麼的原因 就不能夠分前性行為 其實你用套就可以了 因為用套 即是沒有屌兮 將來如果神審判你的時候 說你為你分前性行為 我壞了 你可以大大聲 屌兮七個神 你說 我屌兮兮而已 都沒有碰過那條女 不算分前性行為 接著 就講下這個關於信任的問題 我這條仔 很明顯就不相信這條女 破柱沒有血出 可以有很多原因 可能你這條女 小時候 即是踩單車的時候 被單車破了柱 好像她剛才這樣說 又或者可能你這條女 喜歡玩一下青瓜 茄子 即是有很多原因 即是不一定是有第二個 所以既然沒有信任 就不要在一起 屌你老母 找個個新的 下角更可愛 一齊來把嬌嗎 之後我想講下 關於那個 賓州太細的問題 即是這件事發生的原因 除了那條女的處女膜太厚之外 就因為那條仔的賓州太幼太細 所以屌你老母 在屌唔村的處女膜 才沒有血出 賓州細這些 真是很難搞的 如果有聽開啤梨晚報的網友 都應該知道 啤梨哥那邊 是有隻大賓州膏 說什麼用來塗在賓州上呢 說不知塗得多 賓州就會大 會長了 和硬一點 那我覺得呢 如果那些網友 例如有賓州太細的問題 就可以買來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料到 那今集呢 分享就到這裏 關於這個賓州細的問題 和關於那個破處的問題 那都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就可以訂閱回我們的頻道 那我就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